郭文貴議員 我先請那個衛福部的次長 你次長 我只有一個補充 剛剛定語差不多把我要講的就講完了 那我最擔心的就是 最後我們的政府 在做這個基層警員的訓練的時候 最後都是變成在補習 要他們背 怎麼樣的人 怎麼樣的長相 怎麼樣的行動 有可能那個是危險的精神病患等等 我希望不是這樣子的課程 我們可以參考很多歐美先進國家 那我希望每一個警員的眼中都有看到每一個人 即便是身心障礙者 他也是一個人 他成為這樣子的可能性 然後還有很多他背後的故事 讓他看到每一個人以後 他才會去丈量他執法的那一個空間 而不是在路上用放大鏡 去看每一個人的表情 去看每一個人的穿著跟言行舉止 那這種補習我們就不用了 我希望在剛剛定語講的那個基礎之上 我們好好的來做一個符合先進國家 我們簽這個兩公約該有的這一個訓練 謝謝 好 那我們請這個外交部的次長 謝謝 委員長 次長好 我想剛才應該今天這樣下來有很多位 那我也很高興剛剛聽到我們幾位同仁有說 其實那個相關的那一條的這個辦法 其實是可以刪除 也不會影響到我們的作業 所以我在這邊比較想要了解的是一些 怎麼樣會 為什麼我們到底會發生什麼這樣子的事情 我想要問一下 除了新加坡和香港以外 是不是最近日本 也是有說 我們的這個 這個台灣人的旅客 因為這個事情被刁難這樣 被約談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這個案例 那我們在這邊有看到有一個旅客他寫的 他寫的結果是 那個關西機場的人員 他居然是拿到外交部去韓的聲明 拿那個給他 這個是我們去韓 還是日本 他們自己在網路上看到的 我們有去韓給全世界的各國說 不能貼貼紙這件事嗎 沒有 從來沒有 沒有啦 所以說這 這樣這樣我就了解 那這一個旅客他遇到的問題就是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尘埃 這個事情進行都沒問題 因為現在外交部改了之後 這個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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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然後日本 他們的外交部 他們的海關 自己也去看台灣的新聞 自己印出來 結果我們的人員是因為我們的外交部 我們的旅客是因為我們的外交部 這樣子 這個事情鬧大了以後 導致我們的旅客被刁難 我在這邊真的 希望沒有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從來也沒有聽過任何一個國家發函給全世界說 我們的護照不能貼貼紙 希望不是這樣的事情 然後我再來要問的是 這個是我在網路上面網友的這個 這個 這應該是 這個是哪一個國家的護照 你不知道喔 看我出來 基本上他沒問題喔 雖然他的國民被毛毛蟲貼起來 但是他的小孩子喜歡毛毛蟲 所以他小孩子就貼個毛毛蟲把加拿大蓋掉了 但是他在全世界從來沒有遇到問題 加拿大 我想請問一下 拿這個護照來的 我們會認為他有公信力的問題 像你們公文裡面 我們會要求這個外國人說 你不能進來 或是被約談或是被遣返嗎 會嗎 他從來沒有問題喔 對這個看移民署 這個在 這個邊界 應該不至於 那我再問這一個 這個 喔 這本 這本是 你看 這本是美國 但是 這個是墨西哥的國徽 他在美國護照上面 貼了一個墨西哥的國徽 我們看到這個 會把他約談或遣返嗎 也不會嘛 應該不會 很奇怪耶 我們只會沾對台灣人耶 所以美國人 加拿大人他愛怎麼貼都OK 但台灣人不行嗎 不是這樣嘛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邊 我相信你們從來沒有刁難過 這樣的外國人 但是只有台灣人的時候 我覺得就怪怪的 那這個為什麼 人民之間會有一種 因為如果我們都要一致的話 我們就應該要去修這個 入出境管理辦法 我們要去修這個 入出國籍移民法 你們如果認為 封面貼貼紙 影響到他的公信力 影響到他有可能有真偽的問題 那事實上我剛剛講的這個 美國人的護照 加拿大人的這個護照 我們應該要把他約談甚至遣返啊 因為就像 沈大使說的嘛 世界上沒有一個毛毛蟲共和國啊 世界上也沒有一個美麗兼墨西哥共和國啊 所以我們理論上照沈大使講的如果沒有錯的話 我們應該要發言給全世界說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拿護照來 只要上面有貼貼紙 我們都會約談 但是我們不會這樣做啦 我們不會啦 所以教頭剛才這樣說的 我是不是可以再確定一件事 最近有這個新聞嗎 我們現在已經加入台入美全球入境計畫了 你可以解釋一下這個的意思嗎 就是我們以後入出境的時候 會是怎麼樣的順序 你如果加入這個的話 這個我們是4月4號簽了聯合聲明 那這個生效以後啊 我們國人可以經過登陸 然後這個到時候入境的時候就不必去排隊 他可以快速通關 所以快速通關就是像我們現在在台灣這樣 把他蓋上去 然後他看你的這個條碼啦 你的長相啦 等等就可以進出 是類似 所以不會印封面那一面嘛 應該沒有 應該不會嘛 因為如果封面有涉及 封面貼貼紙有可能是偽造的話 那我們應該要要求美國 跟我們自己要加強另外一面也要蓋 我們應該要有兩個 蓋那個另外那一面有沒有貼貼紙的嘛 那可見 應該我們不會去設計 獨具這個獨步全球的這個封面 也要掃描的這件事嗎 跟委員報告 這是一個也是一個趨勢啦 因為加拿大是採取這樣子一個方式的 你說封面也要 對 把它當作一個 護照一個安全的一個設計 是 所以我想這一位 加拿大的朋友 他可能應該也沒有 因為這樣子不能進出啦 跟委員報告 這部分喔 這個是屬於移民署的這個執掌 我知道 加拿大跟美國 畢竟他們是全球的這種 角色的國家 那對我們 中華民國台灣來講 因為我們 畢竟跟多數國家沒有邦交 所以我們在 站在護照 這個製作的立場 我們是希望 我們的國人 出訪的時候 盡量減少不方便 這個164個這個 免簽啊 陸地簽 我了解 所以 因為我上次也跟那個 我們局長有稍微聊過 我們的護照應該是 全世界現在算 方便度很高的 所以我們 國人往往他擔心的是 被誤認為 很低的那個國家 就對岸嘛 如果我們明明 好不容易經過全民的努力 現在的方便度這麼的高 結果有的時候 因為我們出國 會被看護照 不是只有在海關嘛 我有說過嘛 你有的時候去做工作 去申請 像以前散林 申請表演證 申請各式各樣的東西 會有很多的公務機關 你出國去 比較接出國 你就比較有機會 不是只有在海關 要拿著護照 你如果拿出這本 明明是全世界最好用的 結果人家一看 以為是中國 變成最難用的 那就很廢棄 所以大家用很多發揮創意 也不一定跟這個有關 或者說 連美國人 美國人也這樣貼 加拿大人也這樣貼 可見 我想封面的部分 不是重點 這個大家都同意嘛 齁 那所以我希望 今天啊 好不同意又有這個機會 我希望今天 我們是不是確定一件事 因為我們也有新聞 還在這裡 就是 我們台灣人 再來出國 我們還是有可能 遇到香港 新加坡 港澳 你去的時候會被 這樣子弄 被刁難 這個我們會大家都理解 但是 我們自己的海關 是不是今天的新聞出去 告訴大家說 這一條 在外交國防委員會 廢掉了 你們剛剛也說OK 所以以後 大家上面不管你貼毛毛蟲 還是墨西哥的國徽 還是貼什麼台灣國 出去 我們有可能善意的提醒 但是 不會再被約談 不會再被刁難 不會再延遲 對 跟委員報告 這個問題我們都尊重 這個新國會的這個決定 那就是說 在移民署那邊的這個 處理畫面 我們事實上也是跟他們 保持這個密切的聯繫 好 我說今天消息出去啦 我們要確定這件事 啊過來 如果有人出國 他不管貼毛毛蟲 還是貼什麼 他如果被刁難 他就拿這個新聞 今天這個大家已經說確定 那個已經刪除 可能你沒有update到 可以這樣嘛 對吧 對我們執行單位都會按照新的這個 好 OK 所以我希望今天大家都知道 那也希望全民 不管你是要貼毛毛蟲國徽還是什麼的 那個 有可能遇到一些問題 自己要注意 但是外交部 我們至少這個入出境的時候 不會再給你刁難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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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下來我們請劉建國劉委員 謝謝 謝謝市長 有請李次 委員好 市長好 請問市長 你知道地震的黃金救援時間是多久嗎 黃金救援時間72小時 蛤 72小時 48吧 還是72 72 72 那就72 好 那部長 這麼重大的社會事件 黃金救援時間是多久 黃金討論時間可以多久 這麼重大的社會事件 內湖這個事件 你說的是小燈泡這個事件 是 您是說不理對於這個政策的討論事件嗎 沒有啦 我說社會討論這個時間會多久 會有多久 是 我想要看社會的氛圍 好 歡迎 小燈泡 好 有人 producer